国宇新一代奏响青春之歌 汤油杯期待迎来而上 一周前 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中国羽毛球队 在芬南万塔奏响了青春之歌 年轻一代捧起了苏迪曼杯 如今 国宇又站在了汤油杯的赛场 更多00后的年轻面孔 出现在了丹麦奥胡斯 我们会让奥运冠军 主力队员带着年轻队员去向别的队伍 发起挑战和冲击 让他们在场上尽情释放自己 去积累经验和提高比赛能力 决赛因疲劳和体能受限而输球 但在小组赛对阵泰国和四分之一决赛 迎战丹麦的比赛中 他都是在中国队大比分零比例的情况下登场 上演了力挽狂澜的好戏